我们今天很快的用Ritex来介绍一些Ritex的基本语法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例子来做一个开始 EiPi加E等0 在我现在要打出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会来看一下这式子原始 它的码是长这样子 所以它有用双前置号码包住 双前置号码包住就是说我们要进入数学式 但双前跟单前有点不一样 就是双前它就会独立成一行 单前它就自成一行 所以这是要注意 就是前置号最重要的关键 那行字号完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要知道的是上标跟下标 因为这是数学上很常用的 所以如果我要输入上标 就是像我这里就是要一个 这个head这个符号 就让它双上标 如果要让下标 例如就是这里 底线 底线1就会这里 就是cd1 所以它可能上标里面又有下标 好 那么如果上标里面有两个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会用这个大括号把它刮住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大括号它的效果会怎样 例如说今天大括号如果去掉的时候呢 这个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 就现在变成是说它的效果是走 把i上标的样子 好 等它执行一下 所以它这里 就变成只有i上标 那细长就没有上标 所以我们就把它挂回来 好 所以这是一些基本的一开始要注意的部分 好 那在这4子里面 例如我们这里出现那个pi 好 所以要怎么打pi呢 对于里面任何指令 就是说 都用这个斜线开头 好 所以像我这里打斜线pi 它就出现pi 好 所以做指令的 那个前缀字眼就是斜线 好 所以我例如说 因为我要打积分 就是斜线那个int 然后无限大就是斜线 nfty 然后一些常用的希腊字母 也是那个斜线α 斜线β 好 这样就可以打出这些东西 然后要注意的是大小血有差 Datex是个大小血有差的语言 就像小血的gamma 不是大血的gamma 就出来结果会不一样 嗯 好 好 那接着 在数学符号里面 里面的所有数都会变成斜体 好 对 就是所有变数都会变成斜体 它把它当成变数 好 那 可是要注意 如果函数 如果它是个函数的话 要是正体 嗯 例如 这个sine s 跟sine s 这个是 这个 以这个写法 它是怎样 它是把那个 嗯 就是sine x 直接放进来 嗯 好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写法 好 因为这样子 会让人误以为是 有三个变数 sin 嗯 好 所以比较正确的 就是说我们要打成 反斜线sine 好 反斜线sine 它才能把它当成一个 函数 这样子 嗯 好 所以常用的函数 基本上它都有内定 例如 反斜线sine 反斜线sine 嗯 可是有时候我们想要自己 取一个函数 例如说我想要 打一个函数 叫做sign x 嗯 可是如果你直接打sign 它会出现那个error 它会找不太到 就是说 例如我现在随便打一个 就是说 斜线sign sign 那等它执行 你就可以看到 iign 好 它这边因为它不是的 这个字 所以它就会跑不出来 嗯 它就出现了error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我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 我对于sign 我就要把它 包起来 好 就是 就是用一个mbar 这幅画把它包起来 它才能够正 正常的显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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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它有几个 要注意的就是说 百分号就是注解符号 就是 如果打百分号那一行 就不会 被执行出来 就是给人看就对了 好 那两个斜线就是 换行 嗯 嗯 好 那因为刚刚有一些字 已经被我们定成前缀字言 或者是定有一些常用符号 嗯 所以对于这些字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还要再 多一个反斜线 例如我要打那个 左挂号 左的大 左边大挂号 就是反斜线 左大挂 好 然后前置到一样反斜线前 好 百分之二反斜线前 好 但是 我要打这个 反斜线呢 因为反 两个反斜线又是一个换行 所以要打反斜线的时候 就是要用名称 就是斜线 backslash 嗯 好 好 über 如果 repositов记得 好 我给大家做